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舅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有時候我們的水草都會彎腰 怎麼會造成彎腰這個狀態 彎腰這個是好還是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先拿一盆草給大家看 我們拿這一個雪宮廷的水桑葉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們看到 你看這個宮廷 雪宮廷這個 就上葉子 長到某個盆住的時候 它就彎腰 就像這樣子 往旁邊彎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葉子 葉子都是朝光面的 它原本應該是長直的 結果你看它葉子現在是跟 金平形的 因為那個時候光是由上往下照 所以它葉子就是變成扁平狀這樣子 底下這裡呢 假如有接觸到水分 它的每一個金結的點 這裡就會長根出來 它就是一個比較強勢的物種 它會想要去蒸地盤 它每一個金結彎下來之後 彎下來之後 彎下來之後 它在那個金結的點這裡 就會受到光照的 光照的地方會比較多 這個芽點 所以這個芽點 就很容易長出像這個澀芽來 它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從芽點長出出澀芽來 它就這個就是靠這種方式去大量短植 因為你看喔 假如它這裡有五個芽點 它之後五個每個芽點都會長一株到兩株澀芽出來 一般來講 像這種原本在長的有沒有 這種狀態水裡 希望它長直的狀態下 它要長澀芽的機制 除非就是你可能使用了這家激素 或者是一些酵素 它才有辦法刺激它去長澀 不然正常來講說 光從上面照下來的話 基本上旁邊這裡是沒有辦法去照到光的 你看這兩株 這個是彎腰的 這個已經是彎腰 這個還沒有彎腰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假如我們是以光照上面往下看的話 這個有沒有 它的幾乎是平的 它底下這一面幾乎是沒有葉子 可是這個還沒有彎腰 這一株還沒有彎腰 所以它下面這裡都還是有葉子的 有沒有 雪宮頸是比較強勢的物種 在它旁邊沒有人去站住它位置的時候 它就會做彎腰這個動作 從這個去長出一些澀芽來大量的繁殖 我們在魚缸凍子的時候 會把頂牙剪掉 它就迅速的去長澀芽 因為就是所謂有一個頂牙優勢 優勢的時候就是植物體 它擺養分都放在最前端這裡 它快速的去成長才可以長長 當它變成像這樣子的時候 它的頂牙優勢就消失了 變成說它每一個節點長出 它都可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去長出澀芽來 有沒有小澀芽來 那這個時候它的植株這一株金 就會變成異常的肥大 很粗 差很多 這隻金會越來越粗 因為這隻金的每一個金節點 都可以周圍根來使用 所以它西周養分跟製造養分的人 人力就會變成異常的強大 這個時候它就已經沒有所謂的頂牙優勢了 因為它每個側芽都會開始瘋狂的長 每個側芽的芽點都是一個頂 就是它的整個機制都改變了 然後我換叫沒那麼強勢的物種 紅蝴蝶的水上葉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葉子跟宮廷就差很多 它葉子非常的大 然後中心這個葉脈的路況是血紅色的 然後它比較不會去彎腰 因為它本身來講 我是覺得說它並不是一個強勢的物種 它跟血宮廷就是差蠻多 不管是生長速度 體態都差蠻多的 你要讓它快速成長的話 還是可以類似像紅宮廷的這種 血宮廷這種做法 讓它去快速成長 它譬如長到這麼一定的高度了 它高度已經夠了 我們除了就是把它的頂牙剪掉 讓它長側芽的時候 它這個時候只能長兩株 剪掉這裡的上面這裡的 只能長兩株脆 這樣子我們把它稍微的壓一下 有沒有 稍微把它壓一下 要不要把它壓斷 然後我們中心這個部分 可能可以用的東西稍微把它固定住 不然它明天還是會再撬回來 壓掉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往橫向發展 這個時候它每個 每個經節點 這裡就會去照到大量的陽光 這裡就會每一個節點 都會長出一株新的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繁殖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假如你在魚缸裡面 你購買的水草的數量不多 又是這種金傑類的水草 你也可以嘗試 不用就直直的種 你也可以把它 像久柏在種水上也是這樣子 你就根部把它插到土了之後 前端之後 你直接把最前面那一端 把它稍微壓在土裡面去 讓它變成橫向的 這樣這樣子變成橫向的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這一排幾乎所有的節點 它都會長出 這樣都可以快速的繁殖 如果它只有兩三節 你去做這個動作 就沒什麼用 這樣稍微把它壓下來 這樣子 稍微把它壓下來 不要把它壓斷 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的 每個節點都會長新的出來 而且這樣長出來的啞點 它會更強壯 它所吸收的養分是整體 每一個經節點都會長根 它這種吸收養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比你那一隻只有剪頭 這樣去做成長的話 它還會來得快很多 讓它再去長出來就好 它自己會有一個天性 自己就會變成爬男 還是用爬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說為什麼我們的水草都會彎腰這樣子 好啦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